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国防部26号的通报说 俄军过去24小时摧毁了乌军防空导弹系统的发射装置 并且对乌军外国公佣兵的驻地进行了打击 就在同一天 乌克兰方面表示 乌俄战斗正沿着两军接触线进行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6号说 过去一天 俄军继续打击乌军在敦涅茨克地区 尼古拉耶夫州等地的军事目标 摧毁了乌军的黄蜂AKM防空导弹系统发射装置 火炮武器弹药库等 俄军还对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外国雇佣兵驻地进行了打击 打死40余名雇佣兵 其中大部分为波兰人 另外 俄军在尼古拉耶夫州打击了乌军第59摩托化步兵旅的炮兵营 该营超过70%的人员和武器被摧毁 乌克兰方面表示 过去一天 俄军对切尔尼哥夫 苏美等八个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炮击 对奥德萨 尼古拉耶夫等乌南部地区 进行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在赫尔松地区 乌俄两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乌通社26号援引乌克兰内务部部长顾问斯密尔诺夫的话报道称 仅过去两周 乌军就摧毁了俄军50多座弹药库和17个指挥所 俄军后方的大量装备被摧毁 俄军后勤补给和攻击行动遭到沉重打击 受此影响 近期俄军攻击强度有所下降 斯密尔诺夫说 乌军具备了打击俄军后方仓库的能力 另外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说 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的战斗正沿两军接触线进行 在顿涅茨克方向 俄军正集中力量试图改善当地战场的战术形势 为攻打谢维尔斯克市和索列达尔市创造条件 目前 俄军正在补充各种战备物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胡刀说اج 提供写中量发 田里産 describe 谢谢观看